第十九届马来西亚全国武师锦标赛云顶杯决赛昨天盛大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十支精英武师队在这场赛事中大显身手 当中雪兰娥双西威群乐体与会以十九个高难度动作获得九点四分的最高分成为本届的狮王之王 在这次的赛事中雪兰娥双西威群乐体与会不仅以林师傅的记录做出十九个高难度动作 还利用精湛的技巧向观众展现了狮子的喜 乐 猛 金等神态 最终以九点四分刷新大会记录夺得冠军宝座 这也是他们参加云顶杯多年以来首次夺得冠军 这场赛事吸引了大约五千个民众前来观赛 清体部副部长沈志强也协同七小献身支持为这场赛事主持开幕礼 而代表黑色与本质本身主持开幕传统前来观赛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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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有些公司的信息 沈志强表示马来西亚有着全世界最优秀的师队 并期望在明年的世界赛中 马来西亚队会有优异的表现 这次的赛事主办单位首次以王自庄作为排阵 这对于各大市队而言都是全新的挑战 除了要熟悉排阵设计动作以外 还必须找到足够大的场地进行排便 群的体育会团长冯广福表示 为了这次的比赛 全队花了八个月的时间进行准备 无论从动作 场地或温差等 都是他们需要考量与克服的挑战 以前我们大概是13 14个 我们增加把它extend到19个去 要克服这一个 第一个 然后克服了之后也是天气要回去 一定的天气 然后整个套路跟平时练习的 因为另外一套工装的是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要把整个360度装弯 这今天你们所看到的 都是全新的套路 没有呈现过的之前 昨天我们完决赛的是用360度选转 今天我们用的是前空翻 另外群乐体育会的其中一名乐手 是马来同胞 他对于舞师表演有着极大热忱 这是我哥哥带我参进来先的 然后我哥哥来练习的时候 我们一家人会来看他练习这样子 然后就indirectly我也是get influence 然后join到这样子师团 今年是我第三年了 然后也是我第一次金云竞赛 然后我们赢了 我真的是很开心 这次的比赛彭亨关丹建造行 武术省师团和丹马安满农师运动协会 分别以9.31分和9.29分 获得亚军和季军 有别于往年这次的赛事 还增设了两个奖项 最终由彭亨关丹建造行 武术省师团夺得金谷奖 加引玉华校友会省师团 夺得最受欢迎奖 值得一提的是 关亚季军得主将代表马来西亚 参加2020年第14届云顶世界师王争霸战 与世界级冠军师队一较高下 并且迎战世界冠军队 如火麻坡观圣功龙师团 RTM李仲颖 彭亨云顶采访报道